哈囉大家好我是Mandy 今天呢要來跟大家分享有關於矯正的事 沒錯我今天想矯正想了好幾年 終於在今年去了大同牙醫他們的影視媒體驗座談會之後就下定決心 要來矯正牙齒 那看到這邊你會覺得 欸小姐你的那個牙齒看起來很整齊 你為什麼要矯正 我最常被說到的就是這件事情 大家都被我的四顆門牙給騙了 我的上排四顆門牙真的看起來很整齊 因為其實這四顆有矯正過 在我換牙的牙之後啊 我跟Heidi就是一人牙齒出了一邊 所以我爸媽馬上就幫我們安排了去矯正上排四顆牙齒 所以真的整齊了就只有上排的四顆 然後其實下排都是亂的 那我下排最嚴重的問題就是 中間的位置是凹陷下去的 這凹陷下去的位置呢 不只是拍照的時候大笑看起來比較沒有精神 因為有凹陷下去的感覺 二來呢是我在清潔上也有一定的困難 常常茶字 咖啡字超容易就是卡在這個附近 所以凹陷再加上他容易卡一些沉澱物 讓這一區的凹陷更加明顯 所以這是我真的長期以來非常非常大的困擾 而且對我來說 我喜歡一個人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他的笑容 我覺得笑容是一個人展現美和自信的秘密武器 一個人不論美醜怎麼樣 只要他的笑容起來很美很有自信 我就覺得很喜歡這個人 然後呢認識我人都可以發現我無時無刻都在笑 我尷尬也笑 不知道怎麼辦也笑 很愛笑的一個原因是我本身有一點厚道 所以我不笑的時候 嘴巴要用力的合起來 我覺得你要看起來的感覺很像常常在生氣 所以我真的無時無刻都在笑 二來呢我自己的招牌笑容就是張子的憨笑 雖然我一直很想去改變這個笑容 因為我每次憨笑的時候 就會露出我的下牌子非常醜 但是我就是沒辦法改變這個事實 因為我覺得那就是我 聽完以上幾種情況 你就會知道我其實牙齒大部分都在全都握出來的情況下 所以牙齒矯正就對我來說非常的重要 而且其實現在我到了這個年紀 牙齒其實全部都生長完成 就是致死都長完了 牙齒就是不會再去哪了 所以現在就是一個非常好 開始矯正的時機 你早一點開始的話 就是對你自己更好的投資 我現在26歲 所以現在的矯正的話 未來20年40年60年 如果我活到80歲的話 我就是可以一直有妹妹的牙齒 想到在未來的日子 我的牙齒都可以很整齊 然後清潔起來更輕鬆 我就覺得很興奮 在看到三峽有正宗影視美的時候 我非常的激動 因為對於我其實生長在有一點鄉下的這個地方 就是想到這個矯正就可能會跑去板橋台北之類的 所以大紅牙齦那時候開影視美的座談會 我就毫不猶豫 就馬上就是預約 要去看一下到底是怎麼回事 那天的主講人呢 是陳佩娟醫師 就是我這次影視美的陳醫師 那天講座的時候講的非常的詳細 其中一個讓我印象最深刻 他提到影視美跟傳統矯正的不同的地方 傳統矯正呢 是在單點的拉動你的牙齒 那影視美呢 是包覆性的這樣子去帶動你的牙齒 所以你一個單點的拉 跟一個包覆性的這樣帶著走 所以在舒適度跟速度上 其實都會比傳統的矯正好很多 而且我看了兩年 我自己哥哥帶傳統矯正器的那個樣子 我真的覺得好辛苦 他每次吃東西的時候 吃的時候 你要看一下那個東西是什麼 吃完之後呢 又要開始很仔細的去清潔 所以這些事情 就是一直讓我對矯正打退堂鼓 但是像影形牙套就是真的拔下來 你想吃什麼就吃什麼 吃完再帶回去就OK了 那廢話不多說 馬上跟大家分享影視美的矯正過程 第一點就是跟傳統矯正一樣 一定要先取磨 拍照 拍X光啊 就是看一下你before的照片 我小時候是要被打著看牙齒的 有點不舒服 有點壓下去的感覺 然後你牙齒比較長 它比較緊 做的時候 打指怎麼調整 這個都要剛剛好 好 嘴巴有點乾 會不會要塗一點反思靈 還是說你很有負塵膏 OK 這太好笑了 張開一點點 這張開一點點 這張開一點點 哦這個好醜哦 還好啊 你戴起來不錯 好不好 嘴巴太短的感覺 好 好 你吸一下口水 吸一下口水 嘻嘻 對很好 閉下眼睛 OK好我們看另外一邊 閉下眼睛 好瘋的 哈哈哈 辛苦的陳醫生 現在還大肌膩 燈燈 第二呢,是送件 模型照片都要送到美國影視美 接著呢,診所醫師會跟影視美的公司討論整個療程 療程下來之後,可能會有幾個方案 方案下來之後呢,醫師跟治療的病人呢 你就可以討論可施犧的方案 這個方式可以讓我們病人很安心 可以馬上看得到牙齿炎變的影像 就是你可以看到从一开始到结束会长怎么样 所以这时候如果在你对于牙齿的美感上有出入的话 都可以马上提出来 所以你就可以很确定知道牙齿矫正完的那个样子是你喜欢的 然后像我就是一个是除了制齿以外 还要再拔两颗牙齿的方案 或是都不拔牙 那我选的就是不拔牙 决定你们的方案之后呢 牙套会全部列印好 送来诊所开始戴牙套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矫正呢之后会变成我一系列影片变成我的矫正日记 所以你对于影视美有任何问题都不要害羞 在下面评论栏跟我说 这样我也可以问我的医师啊 然后看怎么样给你们回答 有任何问题欢迎发问 那下一集呢我们就要一起来戴牙套 那我们下次见啰 bye